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加弯的收市情况 见到美股个别发展 导致高开低收 纳指在科技股大动之下上升 投资者都在等待联储局主席 鲍威尔出席活动时的讲话 为未来政策走向尋找更多的线索 导致思工业平均指数高开之后 最多升超过300点 不过其后蒸发所有升幅并倒跌 最终收市跌112点 收报33517点 跌幅0.34% 标普500指数收报3892点 跌2点 纳斯达克指数在苹果和Tesla的带动下 曾经升超过2% 收市时升幅收窄到0.63% 收报10635点 升66点 Tesla升近6% 苹果升0.4% 微软升近1% 看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看到ADL是个别发展的 汇控制合比本港收市升0.09% 放宽防疫措施 欧元区经济数据也缓解了主要央行 继续积极收紧政策的忧虑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报7724点 升25点 泛兰克福德一指数收报14792点 升182点 巴黎茄指数收报6907点 升46点 看美国预价 原油期货价格升超过1% 内地疫情防控松绑 提升了对燃料需求的预期 并且暂时抵消了对全球经济衰退担忧 纽约旗游每桶报74.63美元 升0.86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游每桶报79.65美元 升1.08美元 看金价 金价是靠稳 因为美国联储局官员重新对加息的立场 现货金触及8个月高位后升幅收窄 纽约期间每桶市报1877.8美元 升8.1美元 看美元会价 美元指数下跌 处于大概7个月的低位 较早时103.033 跌0.81% 美元对欧元跌到7个月的新低 交易员压住 近期经济数据将会令到联储局放慢加息的部分 加上交付风险货币受惠在内地防疫措施的松绑 看回最新美元会价 港元是7.808 日元131.631 欧元是1.073 英镑是1.217 看美国国库债券 看到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3.55 30年期债券报3.67 这个时间到温庆提示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自信对股行指有眼光的话 就记得记得参加我们要财的股行指 送100万黄金比赛 只需要股仲 来近1月26日大年初五的恒指收市价 即送你100万元等值的千触黄金 最接近者也有3万元的千触黄金 保证期期有金派 辞职日期是1月16日 大家记得把握机会挖金 详情只需要掃回QRQ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最新报21,335点 是跌55点的 国企指数最新报7,248点 跌37点 大股成交暂售144亿左右 这话正常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回到一会见 以上资讯人 要长毛银行提供